大家好,這次我做了這個帝禦今彎五座三室 一起看看那個圖籍 看看這個清水房 這個是一個涼房的單位,有客房、主人房 還有一個浴室,還有開放式廚房 還有一個樓台 看看這個3D效果 轉個圈先 放大一點 看看最大件的兩件傢俬 沙發和床可以怎麼擺 沙發其實主要都是放在樓台旁邊的兩幅牆 其他兩個位置比較難一點 其實都可以試的 就是這些位置 或者是 反過來是這樣的 這個廳比較難放 傢俬 好像是這樣 床方面 客房是放不到雙人床的 如果貼上窗口這個方法 都可能要買一張小一點 對 就算真的放到都很密碎 所以一定要量度清楚 還有預算多一點位置 因為有時候長腳線 或者一張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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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貼很貼 可能是放不下 最終是見傢俬 所以傢俬最好預算 一兩尼米 對 就是做一個區位 比較穩固 可能有一吋以上 是最好的 單人座就可以了 至於主人房 其實我要放的位置 就是 一進去的時候 就是賣別的這幅牆 又或者貼著窗口 那貼著窗口 其實就 這樣放的話 就會多人接受一點 就是床頭貼著 入門口旁邊的這幅牆 那就 看看3D效果 算過一邊先 我放大一點點 放大一點點 接著呢 就是第一個構思 那 那 這次呢 主人房 就試一下三面上床 但是要 就是 床頭就貼著 就是賣別的這幅牆 那 剩下這幅牆 這個位置 就是門口 進去旁邊的這幅牆 就放了兩個大衣櫃 其實這個位置應該都是 原意 就是用來 擺衣櫃 大家自己可以當好買到衣櫃 填滿了這個位置 對 買一些厚身一點的櫃 對 我這只是示範 對 那 那 到個 客房 那 將單人床貼在口旁邊 那 旁邊有個床頭位 剩下的位置 就放了1.5個大衣櫃 就是一個箱 一個單門 這樣 大家也是自己量度 對 就是買一些櫃 你覺得 這樣貼著這個位置是ok的 對 ok的 多些衣櫃 ok的 對 不會阻礙到 那 其實如果這個位置 大家都要注意 這個位置 床頭櫃 對 這個中間大家是否過得到呢 會不會接受得到呢 是否最終不要那個床頭櫃 這樣呢 對 對 還有又是坐在床那裏 拚對它上床的時候 會不會撞到這個位置呢 對 如果 太高的話 可能坐到 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跟著呢 就有個廳 沙發就放在露台旁邊 呃 那個窗口旁邊 這裡 沙發就放在窗口旁邊 那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櫃 那 這裏呢 就放了一個很大的電視櫃 那 還有呢 呃 電視櫃呢 是危身的 方便而看 對 那大家自己可以根據 呃 放一些其他的櫃 對 可以自己隨意去修改 那 那 那 電視櫃旁邊 這個位置 就放了 嗯 呃 餐太電視的位置 那 就 這個門口 這裡 撿了這幅牆 放了一個半截櫃 對 那 呃 放這個半截櫃 注意地方呢 就是那個雪櫃開門的位置 不夠 對 所以呢 這裡只放了一個 如果要放多一個呢 就可能令到 呃 就是進去門口這個位 那個通道位都過於合宅啦 那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 盡量對 買一些小小小的櫃 是的 可以放一個小小的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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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式廚房呢 我就 預計 它的雪櫃是放這個位的 是的 那 那 洗衣機呢 應該就是洗手盆 這個 這個位置 是的 那 一起看看3D效果 再一次 那 那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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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接著就到第二個構思 主人房就把床拍在窗口旁邊 睡到一個床頭櫃 剩下的床就看到2.5個大衣櫃 客房就嘗試把床拍在窗口旁邊 剩下的空位就放1.5個大衣櫃 即是一個雙門加一個打門 即是一個L型的衣櫃 到廳後就放在樓堂門旁邊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位 那收發旁邊有一張4座位的餐桌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機 這樣轉到門口進去旁邊這幅牆 就有一個半折櫃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機 一起看看3D效果 先進去 按大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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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主人房的床 床頭貼著一個門口旁邊 這個位置 就是 剩下的牆 就可以放在三個大衣櫃 大家也可以自己 訂做的櫃 可以更厚身一點 可以填滿這個位置,可以放到最多的東西位置 就是這樣填滿這個空間 弄不到,不弄了 客房就用回之前第一個擺放,可以放到床頭櫃 然後也不會再變它 客廳方面,沙發照樣放在客廳旁邊 這張沙發是三座位,但比剛才那些是小一點的 旁邊就放了半截櫃,但有些突出 當然大家要自己量一下,可以配合到這個位置 這個只是一個DEMO 嘗試一下可不可以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沙發就對著機通電視櫃 旁邊就放了兩個書櫃 一些高新的櫃 對著機通電視櫃 對著機通電視櫃 所以那些書櫃一定是沒有門的 那大家如果覺得要防塵 就可以買回一些有門的衣櫃 有門的書櫃 對著機通電視櫃 那去到開放式廚房那邊 那今次將餐桌試一下拍在一進去門口 看到這裡 這個位置 餐桌連四個位置 那但是呢 這個擺法就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兩邊的剩下的位置 譬如這裡 會不會開不了雪櫃呢 對了,開雪櫃 那些椅子就要放在桌上 其實都不能走到開放式廚房那裡 即是 準備 即是 煮食或準備食材的呢 對了 那又或者入門口這裡 會不會過不了呢 對了 那是不是平時 如果不是吃飯 就把椅子拍在一邊呢 就是這樣 這樣 桌子可以放多一點 放幾個呢 大家自己量度清楚 有不同的考慮 應該都會 不過如果放正中間這個位置 平時如果不是吃飯 那些椅子都等到 應該要拍在一起的 那兩邊 例如出入有夠位 廚房又可以夠位去拿東西 這樣 可能是麻煩一點 但是呢 這個廚房中間的位置 空間會集中 對了 這裡又可以多些位置 即是 這幅牆可以多些位置 放多些衣櫃 放多些高身櫃 高身櫃 對了 那一起看個水的效果 穿個水 我放大一點 然後呢 就去到 第四個 構思 那這個主人房呢 就試一下 這張床 就是 拍在 一進去 看到最深的 很長的 賣面這裡 那 這個擺法 其實不是很理想 不過都試一試 給大家看 那 旁邊放了個單門衣� 當然大家可以買些 買個櫃 買個櫃 剛剛填滿這個位置 那 剩下 那些窗口 那些位置 盡量拍多些大衣櫃 在這裡 對了 那這裡就不想完全遮蓋 所有的窗 所以這個中間 那位置放了一個 半截的櫃 又不要阻礙到旁邊的 這個衣櫃開門 那 那 大家如果 可以 覺得這樣 擺盤是不行的 那就排除了這個方法 那 又覺得 如果這個方法 都可取的地方 那 那 自己隨意去 加減衣櫃 對 自己可以隨意去 修改的 所有東西都可以 一個參考 接著 客房 沒有變了 都是繼續 那 今次 客廳就嘗試 將一張餐桌 放在 近窗口那邊 對 連四個位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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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就是 最長 這個 就可以放到 五個 櫃 對 三個 書櫃 就是高生櫃 兩個 電視櫃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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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櫃 放在 廳中間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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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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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注意電視機會和收拾太近 但後面這個位置又會不會降不下 這個擺法雖然很奇怪 但是可以多放一些櫃 這幅牆是最大可以放最多櫃 嘗試把所有櫃放進去 唯有收拾就放在中間 可能櫃放不太闊 可以這樣 後面比較薄 背部不要太厚 可能會比較省位 會令前後的通道更闊 只剩下這幅牆 也是放了半截櫃 在中間 當然大家又可以 這裡不只放一個 可以放多些 還有買一些薄一點的櫃 其實實際上這些櫃 譬如書櫃這些 其實有些是沒有這麼大的 一起看一下3G效果 好 很好 感谢观看 接着就是第五个构思 今次的主人房就跟之前差不多 把床放在口旁边 床头就贴着进去门口旁边的床 就放了两个大衣柜在那里放置 就剩下一个位置放一张工作桌面 一张转转椅 这个办法就是利用那个通道来放这个椅子 如果不坐的时候可以放在那里 因为我这里的展示桌面是没有鬼童的 或者把它放在其他位置 如果不是换衣服的时候就放在那里 就不会再出入了 要坐到才放在这里前面 就算坐在那里另外一个人走过 走开一点都可以过得到的 那客房就跟之前也是一样的 那到客厅了 那今次的梳化又是 拍在窗口旁边这个位置 对了 那这张是一张大一点的三人梳化 对了 那那一幅最大的墙呢 都是依然放了五个櫃 对了 那就是三个高新的书柜 加两个这里的电视柜 那大家都可以买些高新的电视柜 放多些东西的 对了 那那个电视机就 尽量对正那个 梳化了 对了 对了 所以大家 买这些衣柜的时候 买这些书柜和民事 那时候 就要看看如何买到这些赤文鸭 可以令到 那个电视机刚刚对正的梳化 对了 那又可以用尽其他位置 来摆的东西 对了 可能电视柜就对正这个位置 这位置就不摆其他怪 对了 那那开放式厨房呢 我就尝试修改了它 因为都 之前那厅的布局呢 都 很难摆东西 对了 那我就把开放式厨房 就 放在旁边这幅墙那里了 对了 这个实际上我不知道是可不可行的 对了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想法 对了 大家要 咨询一些相关人士 这个改动是否 可以的 那些墙是否可以的 对了 那些水是否可以的呢 对了 如果那个洗衣机 去水 入水是否可以的 还有 还有 装修的时候 要加一些电制 在这个位置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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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家都要想清楚 还有 正 planning的时候 真的要 plan 得好一点 对了 那剩下这个空位呢 对着开放式厨房 就放了餐桌 在连四个位 对了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餐桌两边的通道 对了 就是 这里是否需要常常走进去呢 呃 又或者这边是否常常走的呢 这边是否常常走的呢 那自己呢 就去 嗯 嗯 考虑清楚 决定把桌子放那些 还是放这边多些 对了 那 这里放多一个半截柜 那可以 另一张餐桌 或者一个开放式厨房 多一些桌面来放东西 对了 下面也可以存在 对了 那一起看一下3D后果 全具fraising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接着到第六个构思 对了 那主人房 就 就用回 可以放最多 呃 衣柜的摆法 那 那客房 都是没有变的了 那 那这次呢 就是个厅那里 对了 厅梳化和 那些 呃 呃 梳化就是 没有变的了 都是放在 出口旁边这个位 那里 对了 这些阔身一点的 三座位梳化 那对着 电视机和电视柜 那 电视柜两边 放了高新的书柜 那 门后这个位置 放了半截柜 那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 改成鞋柜 那 可以 呃 那些通道和空位 那方面呢 其实都会理想些 会不会 但是觉得这样 放正中间 其实阻止是不好的 就是个个 人的喜好啊 和需要 都不同的 可能呢 有些人觉得 这个方法好 有些人觉得 另外一个方法好 对了 不过 只要试一下 对了 那 一起看一下3D效果 打消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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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接下来到第七个根治 那 今座呢 其实大致上全部 跟剛才也差不多,主要放了三塊衣櫃 放沒變,所法也放在抄襲旁 電視櫃旁邊的櫃都是跟之前一樣 這裡是電視櫃,兩邊有個高身櫃,每一行有個保持櫃 將餐桌的擺位貼在沙發旁邊 令通道位集中一點 餐桌也可以看到電視櫃,如果電視機移過一點 大家自己隨意去收櫃,考慮將電視櫃移過 更加進去餐桌,餐桌這裡坐到這四個人都看到電視 坐在沙發多年都看到電視,是不是 看一下3D效果,先穿個圈 我們在一起,先穿個圈,先穿個圈 接著到最後一個構思 這次其實跟之前大致上差不多了 比如房間那邊是一樣的 在廳裡就有點變快 就是這個新的開放式廚房 之後未試過將餐桌放在近窗口 最大的牆都是放了五個櫃 近露台那邊放了五個高薪櫃 中間就是書櫃 中間就是電視櫃 另外近門口那邊就是放門櫃 那餐桌就是放近窗口 然後把梳化就在餐桌旁邊的廳中間這個位 那它就對著電視機 那這個擺法大家也要注意三面的通道 大家過不過得到 或者接不接收得到 那梳化後面這裡這幅牆 那就嘗試放了一個高薪櫃 其實大家可以將它轉了半折櫃都可以 覺得高薪櫃太左 那或者這裡一個不夠 可以放多一個 那一半個 這樣 這樣 那看一下 視乎洗衣機開了門 開不開到門 如果不行 那這裡可能只可以放到一個 高薪櫃 對 那如果覺得 這裡無論放高薪櫃 或者半折櫃都覺得是阻礙的 那不如不要放了 那這張梳化就可以 彈性一點 再退後一點 就這樣 大家自己考慮 可以隨意修改 這樣呢 就 看看3D後果 對 轉個圈先 轉個圈先 其實這個門口進去 對著那幅牆 或者雪櫃旁邊的那個位 其實可以放到一些 輕便一點的鞋架 對 還有開放式雪櫃上面 那些都有一些櫃 不過我這個不好弄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請請 等一下 請 請 請